在四川广汉时 一个叫月亮湾的小村庄里 松立着三个黄土堆 像三颗散落人间的星星 当地人叫它为三星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三星堆被考古学家打开时 一个远古时代的秘密 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里蕴藏着无数的珍宝 是谁制造了它们 又是谁狠心遗弃了它们 1986年7月的一天 四川省广汉市砖瓦厂的工人们 在三星堆取土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块晶莹的御章 正是这块御章 揭开了一个神秘王国的面纱 考古队员文讯赶到现场 他们在发现御章的地方日夜工作 到第十天时 考古队员挖掘出一件黄金制品 这件金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它上面的图案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出土的时候 它是一个弯曲的 像一个弓形或者一个圆圈 出土了以后 发觉症呢 它进行了部分复原 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包在竹子 竹节上的一个杖 金器上刻有一张圆脸在微笑 头上带着玉冠 头像下面有鱼和鹰的图案 虽然人们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 但这件金器的出土 足以说明三星堆的文明程度 远远超出之前的摄像 在考古现场 又经过几周夜的发掘 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这是一个堆满了各种器物的大坑 里面有金器 青铜器 玉器和象牙等 四百多件珍贵文物 一个月后 又在近近三十米远的地方 发现了另一座更为丰富的宝库 其文物品种及数量 都大大超过第一个坑 专家们将这两个大坑 命名为祭祀坑一号和二号 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 出土如此多的珍贵文物 即使在成绩斐然的中国考古史上 也并不多见 人们开始对三星堆刮目相看 特别是这些青铜器和金器 造型和形象非常特别 在同时期的中国文物中 几乎是绝无仅忧的 连经验丰富的专家 都对此感到无比的困惑 如今深埋了几千年的秘密 已经袒露在人们面前 可是人们弄不懂 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一个面具上刻画着眼睛突起的怪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正常的人类 他长着对顺风耳 头上按着天线 面对这件轮盘式的器物 所有现代人最直接的反应 是汽车的方向盘 连喇叭都描绘得十分比真 至于这个青铜雕像身穿的衣服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方人的燕尾服 在很多人的眼里 三星堆的文化成为不可解释的谜语 当人们在地图上搜索人类文明的足迹时 发现玛雅文明 古希腊文明和三星堆文明 恰巧处在一条横线上 也就是北纬 三十度左右 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属于三星队贵族集团里面 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或者是祭师一类人物 由于这个人他全身都用铜住出来 我们知道他可能在这个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有人说他拿着的是这样的玉宗 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 玉宗是一种能沟通天地的神秘器物 但是仔细一看 好像玉琴是外方类缘 而他的手的形态不像是外方类缘 他究竟拿着什么神奇的物品呢 人们在三星堆的其他文物中寻找线索 这是一个青铜铸造的神坛 下面站着四个青铜小人 他们手里都拿着树枝 因此有专家提出 大青铜像手里拿着的也应该是树枝 可是树枝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这个树枝它是有意义的 它就是古代去源 古代大四人去源 它在这个处刺里面 树枝它要折下一根太阳神树的树枝 去替太阳扫去尘埃 对这么一种行为 它是当时的宗教人士 在迎送太阳的时候 所要吃的一个东西 树木的神圣形 在另一件文物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棵高达3.84米的青铜树 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铜铃和装饰物 还有九只灵动活泼的鸟 沿着树干威仪爬行的 是中华古文明最显著的象 龙 有人说 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 象征太阳的神树 温暖的太阳使万物生长 所以很多古人类都产生过太阳崇拜 这个像方向盘的青铜器 实际上就是对太阳的模拟 是太阳崇拜最明显的证据 除了太阳崇拜 三星堆人对鸟和鱼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三星堆的文物上频繁出现鸟和鱼的形象 有的是写实的 有的则是比较抽象的文物 看来鸟和鱼很有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图腾 权杖上的图案就是这样的一次集中展示 更让人难以琢磨的是这些青铜雕像和面具 它们独特的造型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 主要是鲤器和兵器 形象稳重庄严 很少有雕像和面具 而在古埃及和近东的古文明中 有相当多的青铜雕像和面具 从形式上看起来 这些青铜器更接近于它们 难道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方吗 这种猜想从三星堆挖掘之初便被提出 有人甚至描绘了一条 从西方通向四川盆地的地理线路 认为三星堆人是从近东或西亚地区迁徙而来 从而带来了当地的青铜记忆 他们认为面具和雕像上反映的古人形象 就是一个证据 这些青铜人物无一例外地长着特异的脸庞 凸起的眉骨 深陷的大眼睛 高耸的鼻梁 宽阔的大嘴 怎么看也不像蒙古利亚人中 但是专家们对这种猜测予以了否定 因为面具描绘的形象未必是完全现实的 它更像是一种艺术手法 因为三星堆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它几乎是一种城市化的东西 早期的人反而像蒙古人 他比较早的那些就是人头像 他的变形反而小 越到晚期的人头像 越抽象 越城市化 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 这种城市化的 抽象的 变形了的人面像 它不是写实的人面像 还没К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原地区的同类青铜器明显要细致、规范的多 而三星堆青铜容器的纹饰 总的来说显得粗犷而简略 这再次印证三星堆文明肯定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 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和发挥 青铜时代的中国人对黄金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 最多是在青铜器表面镶嵌一定的黄金和白银 作为器物的装饰 是覆盖在青铜头像上的 金面罩的大小造型和铜头像的面部特征相同 双眼双眉镂空粘贴在头像上 三星堆人为什么要把金面罩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 我们看三星堆那几个装了金的铜人头像 他的脸和其他的没有装金的是一模一样 并且我们可以看出他凡是有头发的地方都没有装金 他所表现的恰恰是人的皮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颜色 我们可以说这几个装金的铜人头像 他就是要用这种金面或者是金的皮肤 来表示这几个人不同于一般的 这个人面的特殊的这么一个性质 或者是特殊的一个身份与地位 中国人对玉的崇拜与喜爱 在其他的古老民族中找不到同类 他们对玉的感情远远超过黄金和宝石 三星堆先民对玉也有着同样的尊崇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共出土玉石器三百多件 这些玉器在中国其他地点也屡屡出土 外形大同小异 考古学家希望通过挖掘 考证出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 但是他们遇到了麻烦 两个被称作祭祀坑的大坑 似乎就是三星堆文明的主体 也是终结 它们究竟是什么用途呢 是墓葬还是特殊的祭祀场所 像这么多的财富集中的这样的东西呢 不是一般的祭祀坑 但是你说是不是举行了一个仪式把它埋起来 这是有可能的 它可能是三星堆进行宗教活动的神庙里面的 和祭祀有关的器物 由于特殊的原因 受到了损坏 然后被埋起来 所以我们说 是不是祭祀坑 只得商量 但是绝对这些器物 都是和祭祀有关 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出土的文物看 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 有些则被人为的破坏过 这个青铜雕像 曾被人们用大锤拦腰砍断 然后又朝头部重击 有人因此猜测 这是外来侵略者战胜三星堆人后 举行的惩罚性仪式 但是这两个坑挖得很整齐 而且都朝着古城的方向 看起来不像是敌人所为 而应该是本族人举行的 某种特殊仪式 另外虽说是经过火烧 虽说是这些器物是抛进去的 但是它都是有规律的 大型的东西在下面 然后排列其他东西 最上面丢象牙 或者倒入大量的骨炸 这显然是经过一种礼仪活动 是本族的人和自己的这些宗庙里面的 这些东西告别 所举行的这么一个礼仪活动以后 埋起来 这是一种特殊的埋藏 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往事 三星堆的人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变故 为什么要将他们最真爱的宝物全部埋葬呢 这些答案似乎永远不可能找到了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这是最困扰考古学家的一个难题 三星堆璀璨的文明 似乎在一夜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人间莫名其妙的蒸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三星堆考古发掘之后的第15年 在2001年的春天 考古学家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距离三星堆40多公里 一个叫金沙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古城遗址 挖掘出来的一千多件文物足以证明 这里和三星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金沙出土的文物 和三星堆有着相当多的相似之一 但制作工艺却又先进了一些 似乎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 同位素测定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猜测 金沙古城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晚期 这个19.6厘米高的青铜小利人 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 它很像三星堆的青铜大利人 同样的长衣 同样的姿态 空空的手中似乎握着什么东西 仅仅这两个青铜利人 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 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 这是在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带 上面的文式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面的部分文式 居然一模一样 都是由鸟 鱼和箭组成的图案 但是仔细看这些图案 还是有一些区别 金沙的金带上没有人脸 只有圆圈 三星堆金杖上的鸟和鱼都是两个一组 而在金沙的金带上 每组图案中只有一条鱼和一只鸟 也就是说 金沙的金带只使用了三星堆金杖的一半图案 这只是一种偶然呢 还是隐含了什么玄机呢 两个极其相似的青铜利人其实也有些不同 三星堆的大铜利人的发迹是别起来的 而金沙的小铜人梳着辫子 对三星堆的研究显示 凡是头发扎成发迹的都是身份较高的祭祀 人们推测 输辫子的可能代表着世俗权利的掌控者 这个不起眼的差别暗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 我们就怀疑三星堆这个王国的覆灭 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带辫子的和杂法机的宗教的世俗的 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问题 最后发生了内部的争斗 争斗就形成了三星堆王国的分裂 其中获得权力最大的一部分人 可能就是金沙村这个遗址的主人 他们从带法级的那些人里面夺得了宗教权利 并且在三星堆遗址的南面一点建立了一个新的诚意 金带图案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一种解释 由于来到金沙的人只是三星堆居民中的一个种族 所以他们只用了图案的一半 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 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 三星堆文明并没有突然毁灭 不论是什么原因 三千多年前 三星堆的人们离开故乡 来到金沙 重建家园 但是 善于制造大型青铜器的他们 好像突然改变了习惯 开始喜欢小巧的青铜器 三星堆的大青铜丽人有2.6米高 而金沙的青铜丽人不到20厘米高 这是为什么呢 三星堆仍旧有太多无法解释的迷惑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成绩 人们变得更加乐观了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们能最终拼接出清晰的图案 看到一个古老文明 真是一样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